談戀愛變了調 女兒抱負前男友 妳也是用破壞手段來抱負的嗎 我是 我是跟現任男友投訴 然後她就 請她的好朋友去 後來我就把她整台車快拆了 我就拿那個什麼螺絲啊什麼 就慢慢拆然後狂刮 然後刮到很慘 車就可能快睡了這樣 終於到週四 晚上九點鐘 爸媽求婚打